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下午到政大拜访作家陈芳明,陈芳明赠他一本台湾新闻学史,顺便拍照PO脸书,引来脸有笑称必有所图,还有人希望陈芳明跟柯P说,他对性平权的怠慢让人火大。 陈芳明在脸书贴文表示,大约与柯文哲五年没见。2013年,两人都受黄黄雄的邀请,一起去北京参加奖位水研讨会。会后,又一起远赴延安参访。今天他说要来政治大学找我,当然欢迎他来叙旧。 陈芳明说,小我十岁的柯市长,一直对我很好奇。他觉得非常纳闷,为什么退休后还在学校?我说,台北市只有这里可以收容我。反而他对我感到好奇,临走前,我只赠他一册台湾新闻学史精装本。 我说,你也帮我打书一下吧。就在我的研究室留下这张照片。陈芳明脸书贴与柯文哲、左、合照。翻摄自陈芳明脸书。